农粮署东区分署推动原乡农产特色升级带动部落发展 今年是与光丰地区农会及旅行社首度来合作 推出元气十足、纵谷、轻松的农业体验游城 而今年首播仅开放200个名额 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名额已经被预定 民众相当踊跃 元气十足、纵谷、轻松游记者会现场 农粮署东区分署长许慧飞 光丰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当场带领大家为旅行体验 那我们这次邀请了三位在地的百大青农 让大家能够很深入、很放松的来体验我们这个种谷的一个风情 然后同时当然最重要的 也希望大家看到我们原民在这个农产业的一个努力的成果 马滩涉地马不笼农场的柯春季 推备炒黑豆茶 而泰巴朗红糯米生活馆 则是带领大家制作红糯米酒酿 以在地农产为主 设计的体验DIY油城相当引人入胜 这个就是酒瓶 这个酒瓶是用十种植物 在我们住了八项年纪里面 在我们年纪之前我们都会制作红糯米酒酿的味道 农粮署农区分署结合了光丰地区农会与旅行社合作推出重谷原乡农游行程 农会三巨头也全力配合 希望让更多的有客民众轻松体验原乡独特的农产业 针对我们地方上的产业 透过这一次的漫游活动去旅行 希望消费者多认识我们光复乡原乡产业的一些特色 甚至于文化 而越是在地越是国际化的游城 旅行社表示仅有200个名额一推出几乎已经被抢购一大半 然后我们一个人费用的话是688块 是优惠200人 那目前报名的状况已经跨将近100人了 然后我们预计是尽量在10月底之前报名 元气十足 原乡农游游城 除了是特色农产DIY 另外还有县考古博物馆 光复吉利潭 泰巴朗布洛文化导览 凤林小镇漫游及食农教育体验 三选一的超值游城 每人就要688元 名额有限 记者时遇人光复采访报道